今天玩得真盡心 对呀 时间也晚了 我们赶紧来讨论明天的行程吧 明天的目的地是清景泽 我们要从车站搭巴士前往 明天上午11时巴士出发 预计下午20时就能够抵达清景泽咯 了解了 对了 狐狸猫 你知道我们明天会花多久的时间搭乘巴士啊 这个简单 直接把后面的时间减去前面的时间就好啦 2-11 咦 怎么会这样 嘿嘿 这题你可要小心 我建议你把时间画成线段图来看 就能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 我试试 左边是出发时间 上午11时 右边是抵达时间 下午20 中间会隔着中午12时 哦 我知道了 我只要分别算出 我只要分别算出上下午的时间再加起来就好了 嗯 你理解得很快 第一段是从上午11时到中午12时 12-11等于1 所以经过1小时的时间 第二段从中午12时到下午20 经过2小时的时间 所以1加2等于3 总共经过3小时 狐狸猫很棒 就是这样算的 狐狸猫爸爸 我们之前学过24时制 是不是也可以用24时制来算算看呢 好问题 你会怎么计算呢 下午20 也就是14时 我们可以将14时减去11时 得到3小时 小数外也很棒 这个方法也可以哦 明天我们早一点起床 体验饭店的露天温泉如何 听起来很赞耶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可得早点上床睡觉呢 如果我从今天下午90开始睡 到明天上午50起床 这样睡眠时间够不够呀 这是个好问题 我们来算看看吧 先用刚刚狐狸猫爸爸教过的方法 画出线段图来表示 时间从今天到明天 所以中间会越过午夜12时 啊 这样我知道了 一样分成两段来计时 今天的部分从90到12时 12-9等于3等于3小时 再把今天的3小时加上明天的5小时 总共是8小时 8小时的睡眠算是充足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赶紧刷牙睡觉吧 好 晚安 饭店附近的餐馆每日22时打烊 隔日上午11时开始营业 请问餐馆一天休息多久时间 以今天22时开始计算 到明天11时 今天部分为24-22等于2小时 明天部分有11小时 2加11等于13 所以餐馆一天休息13小时 隔天大家坐地铁前往东京市区 这个是地铁两日券 这样一来 今明两天都可以无限次数搭乘地铁 我刚刚看到地铁的营运时间 是从今天上午5时30分到明天20时30时45分 这样总共可以使用多久呢 我知道 一样先画出线段图来帮忙 方便起见把全部时间都用24小时制来表示 今天的部分是24小时减5小时30分钟 可以用直视来计算 得到18小时30分钟 再加上明天的23小时45分钟 结果是42小时15分钟 我们快到站了 准备下车咯 计算时间加减 遇到跨过中午时 方法一 先分别计算中午以前的时间 和中午以后的时间 最后再加起来 方法二 将下午时刻换成24时制 再减去中午以前的时间 二 计算时间加减 遇到跨日时 先分别计算今天的时间 和明天的时间 最后再加起来 请不吝点赞 地彩 提4 颠舰